台湾与索马力兰2020年7月宣布互设官方代表处 中华民国外交部26日宣布 官方与商界推出一系列经贸行动与进展 透过非洲之脚索马力兰开拓东部欧洲新兴市场 全面性推动台湾与索马力兰 伊索皮亚及肯尼亚等东非各国彼此贸易往来 提前布局及掌握全球疫情后商机 美国前白宫国安顾问欧布莱恩9月在智库表示 台湾与索马力兰的双边关系很重要 索马力兰历经英国殖民独立 又被索马力亚合并遭遇种族清洗 他认为美国应承认索马力兰的国家地位 而且美国和中共在旁边的布局地都有军事基地 索马力兰是非洲较稳定的民主国家 位居国际航线要道 伯培拉港临近战略重要的雅丁湾 是全球货品贸易能源的重要运输航道 还享有东部非洲17个内陆国的广大市场腹地 欧盟及中东国家近期都积极投资锁国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 已于本年1月1日正式生效 有助建立非洲货品及服务贸易的单一市场 未来商机可期 2018年4月台湾启动非洲计划 以非洲唯一的邦交国史瓦地尼为据点 开拓南部非洲市场 史瓦地尼2021年6月起发生暴动 美国蓝星研究所质疑中共煽动 由当地左派及共产党渗入执行 引发美国欧洲警觉 欧布莱恩9月表示 双边关系支持着台湾的合法性 这让中国共产党很讨厌 因此美国必须要尽力支持台湾的双边关系 也要支持台湾的邦交国双边关系 这对美国具有战略与地缘政治意义 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剑 张东旭 台湾台湾台北报道 台湾台北报道 台湾台北报道